笔记本电脑的散热膏要怎么换 今天因粉丝要求更换ROG Zephyrus G14 让我们用简单6部将CPU温度降低8.2度 轻松提升笔记本电脑运行效率 第一步,事前准备 笔电更换散热膏所需要的工具比较多 除了散热膏,散热膏清洁擦拭之外 有了拆解小工具可以让你事半功倍 若不想一一采购,可以进入主页购买成套组合 第二步,拆机可与电源 准备PA型型号螺丝刀 拆电脑前强烈建议先洗手 或是戴手套防静电手环来消除静电 移除后盖14颗螺丝 这边建议使用磁性收纳垫 这边建议使用磁性收纳垫 打开机壳要准备三角翘板和翘棒 把笔电立起并瞄准机体的侧边 对准机壳缝隙插入三角翘板 并沿着上边与侧边划开缝隙 再对另一边施以一样的操作 沿着机身把卡扣划开缝隙 这边切记使用满力以免机壳受损 准备两支撬棒 打开机壳后使用撬棒 将电源排线左右推动去除电源排线 断开电源后 记得长按电源键15秒进行放电 第三步 拆散热器与清除就散热膏 准备镊子 将屏幕排线向前推出 再将排线从散热模组上撕下 再使用PH0型号螺丝刀 按照散热器上的序号顺序转下 8颗螺丝 来避免受力不均压坏核心 这边特别要注意选择品质好的螺丝刀 如cooling monster combo01 并且在转螺丝时 螺丝刀垂直与水平面施加压力 以避免螺丝化丝 最后再断开WiFi天线 缓慢湿力就可以卸下散热器 接着来到风扇部分 转下四颗螺丝 向上缓慢湿力即可取下风扇 另外一边也一样操作 接下来清除散热器散热膏 为了更有效率清理救导热膏 我们推荐使用cooling monster clean01 散热膏清洁擦拭纸 这里可以看到 经过数年使用的处理器上 散热膏已经变干 散热效果也有所下降 除了散热模组上干掉的 我们同样使用散热膏清洁擦拭纸 来擦拭CPU和GPU上干掉的散热膏 第四步 清理风扇灰尘 准备刷子和压缩空气 使用刷子清洁风扇和散热器上的灰尘 再使用压缩空气清理细节 使用压缩空气记得隔一小段距离 以避免液体喷出 清理完了散热器 在清理机身上的灰尘 并使用压缩空气清理细节 清理干净后别忘了清理后壳 这些地方同样容易积累灰尘 第五步 涂抹散热膏 这里我们使用了Cooling Monster Code 01高性能散热膏 散热膏过多过少都不好 适量及一点即可 涂抹散热膏后可以用刮刀刮平散热膏 也可以直接使用单点式涂法进行涂抹 中文字幕容易遮掌描 中文字幕《月经讯栏 bur红之案》 中文字幕《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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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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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步 装机 先将两边的风扇排线插回并放回风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将两颗螺丝转回 另外一边也一样操作 再对准散热器的孔 下压安装散热器 使用PH型型号螺丝刀 按照散热器上的序号 安装散热器 建议先把8颗螺丝转到7分紧 等全部锁上后再转进来避免过多硬力 之后再将屏幕排线插回 最后再将WiFi天线插回 注意黑色线靠近螺丝 再装回电源线 可以先看看能否正常开机 之后再盖回笔记本后盖 扣劳卡扣 并转回后盖14颗螺丝 这样就大功告成 关注我 告诉我你的笔电型号 我来帮你让它重获新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